那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解除三级警戒 到目前来讲还没有那样的一个条件 一种到人口的六成的疫苗 那大概就可以解除三级 对 如果有到那样的一个比例 那加上染疫的人数将到控制到一定的程度 那当然是可以 绿营民代抛出降级警戒的呼吁引发热议 不少南部民代不讳言 地方上各行各业做生意的小店家 真的是叫苦连天 嘉义的海鲜餐厅一往三天连续假期 余货就要进货两三万元采购供应 现在不仅端午节没得赚 业者说从三级警戒开始生意就掉了九成 只剩一成的外送业绩 现在业绩差不多以往的 差不多一成的业绩而已 南部地区疫情有比较稳定 控制的也比较好 也当然是希望说能分区 让我们就回归比较正常之前的生活 在台南经营两家民宿的业者说 往年端午节定房率八九成 现在几乎天天挂临 一个月下来租金房贷 及雇佣两名管家的人事开销 负担高达三十万 因为还有员工要一样 就请他们来烧烧地 但是原则上 我们基本上还是不太敢接客人 只是一个月大概最少三十万 业者说疫情严峻 不敢奢求降级警戒 一切配合中央指示 他们忠心期盼 可以顺利度过端午危机 端午节过后 如果我们这个南部这一边的 这个确诊率依然是那么低的话 然后我们疫苗接种率可以提高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南部这一边 可以降为二级 明代强调地方店家爱红偏野 期盼六二八之后 有分区降级的机会 TVBS新闻 顾首唱纪健亨 南部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请大家订阅